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徐时 今天我要讲三只小猪的故事 从前有三只小猪没有爸爸妈妈或者房子 他们就跑了,要跑,跑到一个地方 最大的小猪大哥找到了一些稻草 用了稻草搭了稻草房子 大灰狼来了,说小猪我要把你吃掉了 小猪说不不不不不 大灰狼说要我把你房子吹倒 所以大灰狼吹呀吹呀吹 把房子吹倒了 第一只小猪跑到二根的房子 是木头房子 他们觉得不能吹倒这个房子 大灰狼也来了 说我要把你们给吃掉 大灰狼 可是小猪说不不不不不 所以大灰狼就说我要吹你们的房子 所以大灰狼就吹呀吹 大灰狼也把房子吹倒了 大哥和二哥也跑呀跑 大灰狼追呀追 追到小猪的房子 小猪刚在他的砖头房子里玩游戏 听到了大哥和二哥把门打开了 他们说有个大灰狼在追我们 所以小大哥和二哥也进来了 和小猪把门很快的关上了 大灰狼说 我要把你们都吃掉 他们说 不不不不不不 大灰狼说 那我把你们的房子吹倒吧 所以大灰狼吹呀吹 没有把他们的房子吹倒 吹吹呀吹还是没有 对他们说 我对大灰狼说 我就爬到屋顶上 从烟囼跳下来进吧 所以他真的有 和他吊到了一个大锅里 里边有很热的水 这三只小猪把大灰狼煮了 吃掉了 这也没有看到大灰狼了 The end